我们将要学习的是第三种表的约束 UNIQ约束也叫唯一性约束 唯一约束很像组件约束 被它约束的列 它的数据是不能重复的 只不过它不像组件约束一样 一张表只能有一个组件约束 一张表其实可以有多个UNIQ约束的 好,现在我可以给 UK1是UNIQ 代表UNIQ约束的意思是定义哪个列呢 我想想看定义Elem列吧 好的 运行一下这句话看会不会报错 没有报错说明已经成功 一旦被约束为这个UK1的列之后 那么我就不可能在Elem这个列插入重复的值 比方说 插入一个叫做Miller的 好 试试看 它会报错违反唯一性的约束 违反了UK1这个唯一性约束 因为这个这个列一旦加了这个UK1约束就不能插入重复的值了 好 这个就是UK1约束 UK1约束呢 可以定义在一个列上 也可以定义在两个列上 意味着两个列组合而成一个 唯一 唯一约束的列 说明它们两个值加在一起不能够被重复 记得这个地方一定要加逗号 如果我是两个列上建的一个组合列的唯一性约束 说明是这两个列加一起的值 加在一起的一个值的组合不能够被重复 好 那我们UK1约束的这个内容就介绍到这里 好 45 最大 Daniel ooo